明镜与点点栏目 朝阳的陵远 很多人马上会想到两大招牌 一个是设施蔬菜 另一大特色就是花卉产业 这里有着北方最大的 求根类花卉产业的交易市场 在仙切花行业里 远近闻名的百合 就是从这里走向全国的 咱们一块去看一看 灵远因位于大灵河的源头而得名 来到这里之后你会发现 这个名字仿佛还有一层意思 每一个灵尘都是花农的财富之源 五点 鲜花交易市场准时开门 花农们蜂拥而入 几十万只仙切花将在这个凌晨 走向全国 三年多就过来 带了多少来 一百吨 都卖了吗现在 卖了 今天卖了两样 两样都是红色的 大概就是花农会每天早晨 五点钟进场交易 他会把自己花的一部分带过来 然后带到市场以后 然后由经纪人进行选择 跟自己客户需要 然后进行选择 选择以后跟花农进行切磋 价钱然后规格数量 切磋完以后 然后订好了 然后花呢 如果再需要的话 在家里再往这个 这些手中一送就行了 这里是北方最大的 求根类花卉产地交易市场 主要以百合为主 还有郁金香 小菊花等 每个花农 只有一到两米的摊位 用来展示样品 即便如此 近千个摊位 依然挤得满满当当 与一些农产品 随行就市的交易方式相比 鲜花交易 更加看重质量 看看它这个花蕾的整齐度 它不是这个整个四个头 五个头吗 四个蕾五个蕾的花蕾上面 没有太碎的头 它不都整齐 你看吧 各位这个颜色 花蕾的大小 都在13 4公分以上吧 像这样的都能达到15公分了 宁元百合最大的特点 就是金感粗状 在花行里有句话是 南有云南 北有陵园 说的就是陵园百合的品质 在全国也是叫得响的 如今的陵园百合 不仅是花农致富的好帮手 更是陵园农业的一张 响当当的名片 我们现在就是 鲜花这个全年交易量 是两亿多支 大点二点三亿支吧 所以每天交易量 大平均的话 应该在五六十万支上 但是分那个高峰季节 和那个有点淡季 现在来讲是高峰季节 交易量还挺大的 宁元百合 一般是九月份栽种种球 经过四个多月的生长 元旦至春节期间的 百合品质和销量 都达到一定的高峰 凌晨的鲜花交易市场 虽然气温低 但是交易热度却不减 从开市到结束 基本上一个小时之内 案子上的鲜花 就花头朝内 根茎朝外了 这代表着这些花 已经被定出 花农已经回家切花了 宁元百合的凌晨 还在继续 对于很多种大田的乡亲们来说 冬季就进入了冬咸 但是在凌远 这情况是恰恰相反的 这个时候正是这里 鲜切花销售红火的时候 凌晨四五点钟 花卉市场里 就已经是一片喧嚣了 对于凌远的花农们来说 这段时间的黑白颠倒 换来的可是一年的收成 张凤芝今天早上 没到四点就进棚切花了 凌晨的大棚里 温度只有十一二度 张凤芝一个人 已经切了四百多枝花了 爱人王玉成还在花卉交易市场 刚刚打来电话说 还有人要订花 看来张凤芝手头的活 还是不能停 早上九点收帘子 百合上的露水 随着阳光的进入 一点点消散 大棚里的温度 也开始攀升 跟凌晨的时候 仿佛跨越了两个季节 张凤芝和爱人 尽管四个花卉大棚 错记重置 活是一年到头不停 不过看着这一棚 笔直坚挺的百合 一年辛苦总是没白费 爱人王玉成从市场一回来 就赶紧下地帮着切花 一看就是今天花价钱不错 王玉成自豪地说 人家还是看上了 咱家的品质 才给的高价 花的盐子好 花包大 正常的花包都是十二三公分 我都拿到十八公分到二十公分 叶片特别直 盖特别直 叶片特别大 特别厚 王玉成种的这种百合 是一种OT系列百合 花包大 杆直 带有百合香味 在市场上的卖相非常好 是零元一百多种百合当中 管理简单 市场反馈比较好的一种 即便如此 要想种出高品质的花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需要花浓的悉心照顾 应该说是冷冻嘛 我想给青年预防一下 温度低了 也可以 瞧一下温度 做北盒 最适合的温度 未雨绸缪 关乎到新花生长的任何环节 都不能疏忽 不过看来今年 这加温设施是用不上了 因为用不了一个星期 这里的花就得清棚了 一个礼拜就完事了 这个棚这么多花一个星期 一个礼拜就没完事了 今天打了第三天 第一天打了十点 第二天打了六十多个 昨天打了将近八十多 王玉成家中了二十多年百合 从一开始的没收入 到现在一个棚一年收入十几万 离不开区域产业发展带来的优势 第一个规模我们还得扩 百合这块 咱们现在已经占整个 全国种植量的百分之二十七 但是这个扩的 我们现在下巴 除了百合以外 更需要一些其他的一些新的品种 第二就是我们要做一些什么呢 就是除了这种 这个官场用的这些切花以外 我们还要做一些加工型的 实用型的 你包括未来我们想做这个百合 这个实用百合 还有一些做这个永生花的生产加工 等等这一类的就是二产 然后三产这块 我们就是主要 就是突出林园这个花卉吧 就是把这个乡村全域油 还有我们的美丽乡村建设 把花卉的元素融到这里 在林园 所有的花农 都跟王玉成养口子一样 从凌晨就开始忙着切花卖花 但是忙好 忙代表着有收成 2020年初的时候 林园的鲜花市场 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2021又是一年鲜花季 花农们的坚守和期待 交融在一个又一个凌晨 希望今年 他们的付出都能换来一个好收成 咱们再来说一说草莓 现在呢也正是咱们辽宁 大棚草莓的销售旺季 去年冬天正赶上了疫情爆发 草莓的销售受到了不少冲击 那今年情况怎么样呢 咱们去丹东东港的草莓种植集中地 乙圈镇去了解一下情况 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 不少行业都停工停产了 但是丹东东港市乙圈镇的 这个草莓大棚里却还是一派忙碌的景象 合作社的理事长孙诚艺介绍说 棚里的草莓都是冷藏苗 相比植栽苗 冷藏苗的草莓至少提前一个月时间上市 因为要抓上市早 一斤草莓最高能卖到70元一斤 虽然现在草莓产量不多 但是两个大棚每天的收益也有上万元 在疫情影响的大环境下 乙圈镇的草莓种植却逆流而上 草莓的种植采收工作都是在大棚中进行 与外界形成了天然的隔离环境 再加上用工人数少 工作空间间隔大的原因 所以采收工作可以有序进行 因为这几点 现在不少传统行业的从业者都踏入了草莓行业的大门 干菜已经干了这二十多年 去年受这个疫情影响 咱们也能由上个月时间 是出于那个灌店的状态 就看到这个将来发展动业是个方向 所以说我就主动过来跟人家捞客 了解这些方法 所以就决定在这搞草莓种植 以宣镇草莓行业的整体水平 也为持续生产提供了基础 在这个一千多平米的草莓包装车间 流水线都采用先进的自动化设备 每日都进行消毒和监测 在疫情期间 以宣镇以多年形成的行业基础 实现了草莓种植生产不停 效益不断 那接下来咱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三农领域的新鲜事 来看今天的天下三农 黑土是极其珍贵的土壤资源 人们常用一两土二两油 来形容它的肥沃和珍贵 辽宁省典型黑土区面积 约为2800万亩 主要分布在辽和平原区和东部 低山丘陵区 是全省重要的优质量和绿色农产品生产基地 但由于长期高强度利用 黑土有机制含量下降 生态功能有所退化 为了保护好黑土地 根据计划 今年辽宁省要将黑土地保护利用项目 覆盖到全部17个典型黑土线 建设高标准黑土地保护利用示范区 300万亩以上 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春节就要到了 得想着保护野生动物的事了 为了打击市场销售 长江由于非法捕捞鱼货物的违法行为 辽宁省已经检查了6万家餐馆 对电商平台 超市 商超 农贸市场 也都有检测和检查 保护野生动物 就是为了保护咱们国家的生态环境 如果您发现了买卖 食用长江野生鱼的 要不仅不买 还要积极举报 举报热线12315 截至2020年年底 辽宁省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登记 达到511万宗 也就是说 全省511万户农民 有了不动产权证 这个证真是太重要了 不仅在法律层面 确认了不动产权 而且以后在农村土地拆迁上 也有了明确的补偿依据 是对农村固定资产的 一种确认和公式 有了这个证 可以抵押贷款 也可以房屋转让 入股分红等等 一系列的好处 印有中国供销标志的 43吨大连苹果 从大窑湾码头起航 运往泰国曼谷 这批出口苹果 已经顺利通过了 泰国海关的质量检测 和新冠病毒检测 投放市场进行分销 这是大连1215 疫情发生之后 与时间赛跑 与疫情抗争 向海外客户证明 中国农产品 优质品牌的重要一战 克服困难 逆势前行 第一批苹果终于送出了国门 有了第一批 就会有第二批 第三批 咱们辽宁人多多努力吧 在山西济山 黄河标上有个小村庄 名叫扬兆村 自清朝以来 就有做灯笼的历史 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做灯笼 灯笼制作工艺 自清朝时就传入国村 一直有人传承制作 雅餐灯笼五百余万岁 餐值仅一亿元 快要过节了 杨兆村现在白天晚上 都在加班加点地做灯笼 今年你要是买灯笼的话 好好看看 没准啊 就是他们村做出来的 那可是山西的纯土特产 除了挂灯笼 很多地方春节 还有点红蜡烛的风俗 山东青岛的刘雪芹夫妇 做手工蜡烛 已经有四十多年的时间了 每年的农历九月份 他们就开始制作蜡烛了 一个冬季 大约产量在七十多吨 销往全国各地 看着他们制作红红的蜡烛 真的感觉快要过年了 希望这种老手艺 能够继续传承下去 留住咱们的年味 在辽宁丹东的东港地区 为了给海鲜保鲜 当地的采冰人 把采集到的三十多万块天然冰 累成了长250米 宽35米 高12米的巨型冰垛 怕天气升温冰块融化了 还得用棉被盖到冰垛上保温 干净被从那头一直盖过来 这个棉被啊 是十米成十一米 那个120米的冰垛 就用了四五百桃的棉被 放到这儿能不能化 多少还是化一些的 还是有损好的 十几米能够化个半了之一 怎么样 这场面是不是挺有东北味的 这些冰块是卖海鲜需要用的 由于保鲜的冰就整成了这么大的场面 那东片的东港得产出多少海鲜呢 最近二鸭和胖鸭小姐俩 为了选种子犯愁了 来来回回的 就往这黑土大集农资店里 跑了好几趟 这可把店员大柱给整蒙了 这姐俩到底有一点啥呢 一块来看 不是 你俩都瞅我一个多小时了 到底买啥呀 我吧 就总讲我真的有点毛病 那你有毛病你不看一只呗 啥玩意儿我有毛病 我是说呀总讲那包饼吧 有点毛病 那包饼有毛病 我毛病吧 那包饼都走回来干嘛一杯锅的 那有毛病有毛病是吧 今年三年三年三年 那明年咋着呢 明年好毛病 那我不去麻管 那咋着 那你俩可来熟了 你和我们黑土大集的专家 就来个 你吗 那可真行 哎 咱俩都是专家的 我问她 你又干啥呀 咱笑你好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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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造势的 哎哎呀 哎呀 你好 哎呀 远大来的吧 都不像吗 一会可得赶紧 赶紧给点描 好介绍介绍 是吧 就她家的包饼 刘得病 有病了呀 玩家吧 一岛一大片 全岛呀 不知道是咋回事 那你说咱们选择一个好的品种 抗导服的 也根据它的种子密度 会造成的导服现象 你种密了容易导服 种西了长得壮 根好 这样的话导服的也少多了 再有一个 俺家那块地包就特别爱出污蔽 你说这是传染的 还是种子没学好 长污蔽的话 这有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的话 就是你这个地 去年和前年 它就有污蔽现象 这个菌就存在地里了 这样的话它会传染的 今年还会得的 第二种现象的话 你的种子 种子它带菌 买的种子不对 行了行了行了 我知道大家的问题了 我一一给大家解决 种子买的好种子 完了之后包上好的种类剂 尤其国外进口那些 带有杀虫剂 杀菌剂的好的种类剂 张老师 那你说这意思 还是说这个苞米品种有问题 是啊 中规来说的 选择品种是很关键的 那我今天就给你带来一个最好的品种 强系五八斤 这个品种我测过产 但那年的话我测产这个品种是达到两千四百多斤 一般年头的话就两千来斤 就蹲两千的产量 非常优秀 这品种呢 根系好 根系特别壮 两层气层根 跟扎的比别的 比别的那个品种的话 要扎的要深 根系好 它一定是炕倒 租形好看 老百姓呢 选择的就可以选择一些 种密袋型 种西袋型 种到好地上 它产量自然然高一些 但终归的话 它在特地上 它比别的品种也优秀 哎呀呀姐呀 这好品种咱俩今天得早点买呀 行啊买买买 你给我定点 不是咱平时还没看见买这个品种的呀 这是咱公司最新的一代新品种 别的地方肯定买不着 你买不着 你说那你热闹 咱们走不着都要听 这个品种啊 你们真想买的话 上哪买呢 中国石油的放心东巴 才能买得到 别的地方一定买不到吧 那接下来跟着咱们黑土地的农资送货车 来到台安县的二道村去看看 大伙都买着什么好品种了 咱辽宁卫视黑土地的送货车 今天开到了安申市台安县的二道村 虽然天气挺冷的 可咱乡亲们的热情特别高 村里有很多乡亲们去年购买了 咱们黑土地推荐的玉米品种 在今年这样特殊的气候里 邦米依然文产 所以今天来回购的人可不少 去年种完了那个猪比较好嘛 它不倒服务 往后来的话看子力成熟 没有肝没有空肝嘛 一点也不倒 龙埃龙吧 那边都倒这边都不倒嘛 去年种的是啥呀 那个要把油油啊 去年种完感觉表现得好 行了 也挺高产 也不低产 今年是打了多少了 打一千七百斤 那地也不好 地不辣地地 来买玉米种子的乡亲们 都做足了功课 有看完电视默默记下 新衣品种的 也有看邻居种这效果好 就相种了的 直接带走几十大种子 一点不含糊 人家种好 没倒 过年就不倒 人家种好 都种嘛 好人呢 就是没啥事的时候 这个黑土地这个节目 我们是每天必看 真的 每天都必看 关键是都相信这个黑土地 所以咱是说 还得这个经过实验 童年种感觉挺好 今天还是全是 全是这个事 刚才大伙也都看见了 就是说买种非常多 基本上哪家 都是三十大五十大 这么买的 就是买的 红色1899的非常多 还有四瓶1805的 买这两个品种的非常多 咱们台湾地区这块 首先第一个 风大 每年风都大 像我们现在看这个 四瓶1805 它所谓是一个 国审的玉米新品种 它的抗性非常强 干都是紫干的 为什么说紫干的抗导性好呢 因为紫干的玉米品种 它的纤维素多 纤维素多 它的轴稳性就好了 还有一个呢 是咱们这个玉米的叶片 叶片是上冲型的 上冲型的叶片 在天天通风 透光 还有风阻上 都是非常好的 乡亲们都能买到 秤新的种子 来年有一个好收成 就是咱们黑土地 最大的心愿了 只要您的一个电话 优质品种和服务 第一时间送到您家 本期地头测评推荐 士兵1805 士兵1805属于半密质品种 适合播种9寸到1尺之间 生育期127天 小母宝苗在3500株左右 岁长22厘米左右 广式性强 不挑地块 地宝 保肥保水能力差的地方 应适当吸植 地块较好的地方 可以适当密质 每年都有不少乡亲们 是跟着咱们黑土地来选种的 这说明什么呢 大伙对咱们信任呢 那我们黑土地 自然也不会辜负大家的信任 在选择品种的时候呢 都会经过严格的层层把关 和地头的实际测评 下面咱们要说的这个 就是经过我们测评的 抗风又抗旱的包米新品种 咱们来看看它有什么优点 刘军是咱们黑土地的老粉了 自从种了咱们黑土地的品种 每年产量都不错 今年它又试种了咱们的新品种 大姐你中了黑土地的品种 也种挺多年了 今天你种的新品种 感觉什么样 这新品种 这产量就是高 磅大 这个品种看一下 一不绕从 这品种比往常 包米包要达多了 观点我就总觉得 这个比长文的好 长文的包 有时候一边长 能短一点 这个我怎么觉得 都改善那个大包米那个包 这个磅大高产的新品种 就是今年最新推出的H555 它经住了大连今年 大风又干旱的极端天气考验 满意 这包满意 姑娘 我还种这个品种 以前种都感觉 这黑土地帮的种挺好 产量高 所以连点种 就喜欢这可可一般 不让它搭呀 一面有骨杆呀 产量高 一不倒的呀 还没有虫子 一不图价呢 那个黑土地种啊 保质量 不造虫挺好 这个磅大呀 那个杆里边的固细呀 能搭个好产量 还能买个好价钱 这种别的品种啊 今年一个年年 一个捣风 一个捣风 一个捣 咱们这个品种啊 是H555 在咱们大连这个地区啊 它属于一个中找熟的品种 我建议咱们这个品种呢 在大连地区呢 可以5月15号以后进行种植 而且呢 如果说咱们农户啊 在秋天的时候呢 不想储存粮食 想直接卖 它完全可以做到 包米打开的 它就直接卖 因为它是脚嘴凉 后期脱水比较快 还有很多农户呢 有的不着急卖的 等过安点卖 在家进行储存的 它也能保证呢 脱到安全水 在咱们的舱子里 不会进行一个五瓣 所以说呀 咱们大家伙就放心中吧 看来咱们的新品种 H555 还真是挺给力 不仅抗性强 特省心 产量也高 大伙可千万别错过 本期地头测评推荐 H555 H555是广式抗性强 文产高产的品种 最行数一般在 16到18行左右 磅长一般在 22到25厘米左右 生育期一般在 127天 小母保苗在 3500株左右 地保保肥保水 能力差的地方 应适当吸植 地块较好的地方 可适当密植 采用大拢双行的地块 也可以适当增加密度 今年葫芦岛市建昌县 二道湾子乡的乡亲们 买玉米种子 都认准了同一个品种 因为点啥呢 咱们跟着私语 一块去瞅一瞅 种地选种 咱别慌 黑土地服务到您家 现在呢 我们就来到了 咱们葫芦岛市建昌县 二道湾子乡的 二间楼村 进入12月份 乡亲们就开始 为来年选购好种子了 那当地的乡亲们 在选种方面 有没有什么样的要求呢 他们更喜欢选择 什么样的种子呢 我们去问吧 今年二间楼村的 不少乡亲们 都认准了同一个品种 那就是沈农大DSE 为啥呢 原来呀 是看到了李中恩家的 包米长得好了 今天种的是 全是DSE这个 表现咋样呢 挺好的 用啥今天用买这个 为啥呀 怎么好了 我看这包米 长得比别人的强 这么自信呢 那口用的1500斤 他们都看着咱们 种的包米的 也新的黑土地 也看着这包米 反正稳的是挺好 反正磕磕都有半 就是你们在选择种子的时候 是不是首选就是抗旱呢 对 抗旱的 抗旱的 反正不倒样的 主要就这几个优点 但是今天种的 还真就一颗没倒 它第一个 跟我们进来的 它真相当不错的 啥样的呀 您给咱们讲说 反正也那个 不倒 磅也挺大 磅也可以 虽然说不算太大 但是磕磕都有半 不图结 不图结 照比你们家的强 强多了 都死样子 玩意一挂大风 以后挂挂都倒了 就你家之前的这个 包米还不是特别好 是不 不特别好 今天想试一试咱们这个 就想 今天就想换换种 换换它不倒的 倒的这几年 在二间楼村 不少乡亲们都跟 许大爷一样 都是在个人手里买种子 因为质量没保障 这些年种地呀 遇到的问题可不少 它那种不可靠 不可靠 所以您是不是还是觉得 就是得找这个 大品牌大厂家 找大品牌去买的 它不是说 今天卖了 过去不卖了 像它呢 就是今天卖了 挣钱了就干了 又不挣钱 就不干了 你信不着 个人整个压 当然了 最让乡亲们认可的 还得是 沈农大DSE的抗汗性 咱们今天是不是挺汗的呀 你们这本来就汗 本来就汗的 去年一茶都没交上 我们那边井 那对咱们的产量 是不是就有影响了 那咱也交一遍水 那好大程度 那你像你周边 就是种咱黑土地种子的 这些人受影响了 人家这个 你种那个黑土地种子 也没交 晚上那今天 人家的手术还挺好 比你这个好 比我的好多了 他说你别看我这个 这个长得细 我这个 粮什么也没啥打 他的弧细 你对比一下产量 一亩地能差出来多少 跟你这个 二十百斤是没事 二十百斤今天就得 那就是四五百块 今天帮美多贵 其实乡亲们忙活了一大整年 就是为了最后图一个好产量 好收成 所以说选对了一个品种 对于大伙是至关重要的 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 一定要认准了大品牌和大厂家 选种需谨慎 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也欢迎与我们 梁宁卫视黑土地取得联系 咱们的热线呢 就在屏幕下方了 黑土地的服务就在您身边 寒冬腊月里 东北大地基本上都是一片白雪矮矮 一片萧瑟 但是铁岭西风县 梁泉镇 橙子山脚下 却是一片丰收的景象 大果沙吉正是采收的时候 这一片沙吉林 可给乡亲们带来了不少的财富 这大冷的天 乡亲们这是忙活啥呢 只见树上挂着 一督路一督路的小伙子 菊灿灿的 趁着雪白的大山 蓝蓝的天 好看极了 宋大哥是这片沙吉林的主人 相对于日常水果来说 沙吉并不被大伙所熟悉 那他又是怎么想到种这个的呢 这沙吉是纯绿色食品 它这个没有乌亚 也没有农药化学啥的 这个经营效益还算可以 怎么想到种这个的 这个退耕花林的 这地涎的涎的涎的 这个经营效益比较好嘛 这几年 西风县大力实施 退耕还林汇农政策 鼓励农户在荒山上 种植经济作物 宋玉甫承包了一百七十亩荒山 全部种上了沙吉 眼下正是沙吉的挂果期 今年是松大哥种沙吉的第七年了 这期间 梁泉村的村民们 眼见着荒山也能挣钱 就跟着宋玉甫承包 从村到村一直给四种人 完了一年给这多挣不少钱 开始栽草草这块 也是打厂的 他们我今年都花多少钱 花五六千块钱 他们都 大家没事他们都给我干嘛 确实挺好 这玩意省事 一年这树一次就投入 我玩了长年见笑 这玩意 春天还不用什么本钱的 乡亲们有的加入合作社自己种 有的在宋玉甫的合作社打工 赶上采收 光按贴的打工钱也不少挣呢 一天采我五毛钱一斤 一天能采一个 那就看果好 果好就多采 一天能挣300多 300左右 挺好 这闲的时候都挣不少钱 那你这一年给他 这能挣多钱 这就是烧菜事 万八的反正不是事 这几年 梁泉村沙吉的产量和销量 逐渐形成了规模 宋玉甫也有了下一步打算 下部 将来要是多的话 将来得研究这个什么呢 自己整个加工厂 加工沙吉这个 做的饮料 我以为这个将来 挺好的前景 因为是我体温 生活水平的提高了 多喝点这个沙吉点 然后对自己的好处 2020年合作社的沙吉年产30吨 刨去雇人采收的费用 净挣十多万 即使是在这寒冬腊月里 城紫山的脚下都是一片生机 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 想订购农资的乡亲们呢 大伙一定得抓点紧了 往年的备更旺季都是在春节之后 那今年因为疫情 不少人呢 为了能够稳妥的早早把农资买到手 所以大家伙呢 都提前开始预定了 那订购农资的三种方式 你也记好了 一个是拨打咱们的热线 400-6818-801 还有024